今天是大陆的高考的第二天 有的地方是最后一天 有的地方是明天高考结束 当然如果是国内的系统跟国际的系统不一样 比如说今年高考了 然后呢放榜了 会很短的时间内放榜 但是呢就是如果是 在海外的大学呢 就是如果4月1号 就基本上所有的 或者4月15号 就是所有的大学都放榜了 也就是说所有的大学的 是否接收那已经是确认了 那么最近就是有一件比较来源的事 就是QS发布这个全球的大学的评级 那么很多中国的家长其实不知道 我也给大家建议 不要看QS大学的评级 就很容易掉在坑里面 为什么呢 首先呢 如果公立一点的角度来看呢 如果是读大学里 是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出来有个高薪厚职 是吧 当然也有纯粹为了兴趣的 但是呢在全球的VQ的尤其在西方的VQ的 就是招聘者 包括公司老板 是不看QS的 美国呢他们一般看U.S. News Niche Business Week 还有 Business Week Business Week就等于是Bloomber 还有Prinston Review 还有一个叫Pot & Crack 在P&Q也是非常流行的 英国呢就看Financial Time 欧洲啊 看Financial Time 然后英国也有本地的一些排名 那下面我就给大家证明一下 这个QS的榜单怎么不靠谱 怎么雷人 首先呢 大家要知道 这排名全球的第九的UCL 就是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 它的排名是全球第九 但你知道它接收多少人吗 接收学生 30%的学生 它都会接收 也就是说在30% 并不是很高的 那么 基本上前20的学校 美国前20的学校 接收率是10%以下 然后我们来看看 排名第12的UC Berkeley UC Berkeley 当然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学校 当年我也没有申请 没敢申请 因为当时我的英文考试不好 那么 但是呢 它在美国呢 客观来说 是应该是排名 20位以外的学校 那么 但是它进完排名全球第12 那为什么 我们觉得它应该排名 20名以外呢 UC Berkeley的SAT成绩 就中间50%的学生的SAT成绩 是1300分到1530分 这个并不高 因为这个SAT成绩 就只能够排在20名以外 我说的是美国20名以外 那么还有一个类型的是 比如说南亚理工大学 那这个是 当然我说的 能够排的上都是不错的学校 但是绝对不值的是 全球第15 它的接收率是25%到33 那这个接收率也不高 排名40名的MYU就柳大 40名柳大 它的接收率是13% SAT成绩区域是1370分到1440分 这样的一个区间 就正一下1540分 那么这个成绩也是 应该是30名以外的成绩 还有就是排名37名的普渡大学 普渡大学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理工大学 它的接收 学生接收率达到50% 它进排名全37 普渡如果综合美国大学排名的话 应该是40名开外了 那还有更加来源的是 香港Poly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也是不错的学校 但是在香港的八大院校 肯定是低于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那么也低于香港城市大学吧 在我们的大概的理解里面 竟然它排名全球57% 那国内大学我就不敢吐槽了 因为我对他们并不了解 新加坡国立大学排名第八名 但是呢 它的接收率呢 大概是16% 大23%左右 还有更加来源的是澳洲的 那个蒙拉什大学 蒙拉什大学竟然能够排名三十几 然后呢 你知道蒙拉什大学的接收率是多少 一百个人申请 百分之四十个人会被接收 那 新南威尔斯大学竟然排名 西尼的 在西尼的 新南威尔斯大学 竟然排名全球第十九 还排先过 就在清华大学之前 清华大学是二十 那么西尼大学竟然排百分之 排第十八 但是西尼大学不错 但是它的接收率只有百分之三十 那么刚才我说的 新南威尔斯大学 这个也是在西尼的 它竟然排十九名嘛 那它的接收率呢 在国际学生的接收率呢 是百分之六十 那客观的来说 如果这些榜单的影响力这么大的话 那为什么这个接收率那么高呢 那也就是说 刷了榜单以后 只有我们中国的这些家长 以为QS值得参考的 然后就跑去申请 全世界的学子根本就不为而动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QS的这个重要性 那为了证明这些榜单不靠谱 我来讲一讲这个美国大学的这个收生率 接收率 比如说排名第一的 今年QS排名第一的MIT是4.52接收率 哈佛是3.59接收率 MIT是4.52 哈佛今年QS排第四 我的母校USC9.27 布兰大学10.7 圣武大学11.1 乔治同大学12.33 Emory14.5 波士顿学院14.66 莱斯7.51 西北大学7.5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4.59 那我现在下面给大家拆解一下 为什么这个排名这么deceptional 就这么误导 原因是他们把85%的这个访问者 是定 就是问这些大学的排名的时候 去问了国际上的访问者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这会导致 有些学校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只是那个地方 就这些所谓国际人设 有的是很 我相信很多是国内的 根本都没听过 他就根本不会把这些学校 把它列进去 只有15% 问他本地的访问者 第二个呢 他的academic reputation呢 占了30% 但是呢 你去问academic reputation呢 就是我们叫做 专业的信誉呢 他竟然不去问学者 跑去问一般人了 一般人怎么知道 一个学校的专业信誉怎么样 他有25%的评分 都是跟同行评议有关 那你想想 其他的很多的地方 同行评议就发表论文 都是10%这样子 那基本上 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全世界最喜欢刷论文的是谁 是香港的大学 新加坡的大学和国内的大学 那自然这三个地方的大学 就比较高了 那大家全世界都公认 这个 这三个地方的 这个学术论文 质量实在是一般般 那其他的比较 relevant的 这个比例 又比较低 一个是international faculty ratio international student ratio 如果是香港的大学 international student ratio 占5% 如果是香港大学 这个肯定是很高的 因为他把所有国内的学生 都当做是international student 这个有点政治不正确 完全缺少了 wikuda的评分 所以为什么wikuda不看 你都不问他 他看你这个 做一个参考来干嘛 好的 今天吐槽结束 我建议中国的家长们 看榜单 一定要看人家 他国当地的榜单 你看了QS 如果想在当地国留下来 连门都没有 因为人家你所忠情的 你以为这个学校很好 在他国根本找不到工作 我认识某最顶尖的 香港的大学的wikuda 他说像他们的大学的 毕业生今年很多都找不到工作